去年精準預測 聯準會利率的這個神算子 就是這個分析師龍哥 他現在再度大膽的做出預言了 他說這個利率 聯準會今年會 可能將它提高到6% 那麼如此一來 可能會引發一些 像核彈一樣的一個問題 甚至也說 可能會有更多的銀行 會面臨到倒閉 神算子龍哥算了什麼呢 其實在2022年 大部分的分析師研究機構 已經傳出一些聲音 認為美國的升息政策 會暫時告一個段落 甚至是直接進行轉向 不過他其實非常堅定的認為 2023年今年的利率 會升到4.5至6%這個區間 這個是最早 他在去年就提出來看法 最近算是再一次的重申 而且堅定的提到6%這個數據 我們認為最近從整個點陣圖 或者說飛挖局來觀察 美國的確還有升息的空間 但是應該已經是接近終點了 或許剩下一碼或兩碼的空間 如果真的升到6碼的話 從5%到6% 這足足還有4碼的空間 還有一個百分點的差距 我們看如果從過去的升息 從0到5這個空間 就已經讓現在的美國經濟 承受非常非常多的後座力 包含第一季所爆發的銀行體系的 金融危機 而且這一波的金融體系的 魚波蕩漾 還沒有真正的走出危機 接下來如果進一步把利率再拉高 我覺得這簡直就是直接 雙手用力推 要把美國的經濟 就是推到懸崖底下 那就不用再討論會不會衰退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他自己形容有可能像核彈雨一樣 去引爆這個危機 我認為如果說美國的利率 還有再往上升的空間 的確是有的 會不會升到6% 不能說絕不可能 但是我覺得機率已經是偏低的 但是如果說真的升到這樣的話 我覺得這個無疑是重創美國的景氣 我個人認為 聯準會應該還是會盡量避免 這樣的情況發生 雖然說現在的通膨 的確改善的狀況 可能並不像外界所看到的表現 表象這樣的樂觀 從最近包含美營執行長的談話 還有聯準會主席鮑爾的談話裡面 其實都不約而同點出一個方向 因為我們知道長期以來 美國聯準會是把通膨定在 2%以下是他一個長期目標 但是美營這邊的觀點認為 要到2025年以後才能夠達標 其實鮑爾也是暗示核心通膨率 在2025年之前都不可能再 回到這個數字了 所以要回到2025的話 他們都認為可能要到2025年 對 也就是說一年前 當時通膨最高在6% 經過了一年之後9% 經過了一年的時間 已經快速從9%壓回到了4% 可是接下來可能會維持在 這個3到4%區間 比預期更久的一段時間 這個部分可能就會讓美國聯準會 不會這麼快回到2% 真的會有升息的壓力 所以再加上升息的底氣之一 也必須考量美國的經濟 現在傳出了一些好消息 包含美國第一屆GDP 又上修到2% 另外上週所公布的 初領失業救濟金的人數 是大幅度下降到23.9萬人 這個數字部分我們特別提一下 一般而言28萬人是一個 就業市場融庫的關鍵指標 這個零件值代表就是說 如果初領失業救濟人數 超過28萬人以上 大家會認為美國的就業市場 是比較明顯的放緩 現在不但是低於28 而且這個數字 是遠優於市場原本的預估值 所以看起來 因為就業市場 還是有維持不錯的熱度 因此也就支撐了 美國的消費支出 美國的消費又是 它整個經濟運轉最重要的引擎 所以這邊看起來 如果消費跟就業市場 沒有出太大的亂指 或者說有急劇的變化的話 那的確在下半年 我們還是要謹聽 美國後續升息的鷹派動作 好 維朗剛剛說到 這個包括美銀 還有聯準會主席 把我都認為說 在2025年之前 這個通膨核心通膨 不太可能會降到2% 尤其看到這個經濟數據 這麼強勁 所以對美國聯準會來講 現在打通膨 還是最主要的一個做法 從CPI的細項 可以看得出來嗎 好 那整體的CPI數據 大概已經明顯的下滑 不過拆解這個細項當中 發現比較特別是在於 大家看這個條狀圖的部分 這個特別長的這一根 就是5月份的交通運輸服務 高達10.31% 所以它的年增率 不僅是在5月份超過2位數 事實上4月份 3月份 過去的幾個月 都是如此之高的年增率 那麼這個交通運輸服務裡面 其實就包含了汽車的維修 還有汽車保險費用 所以顯然其實現在 這兩項支出 對美國來說是一個 非常沉重的負擔 如果以最新所公告的5月數據來看 車輛維修的費用 是年增率達到19.7% 將近兩成 對 那車輛保險費用 也是年增了17.1% 那最主要其實有幾個趨勢 維修費用為什麼會這麼高 第一個缺工 現在其實服務業本身 就是大量的缺工 而且因為汽車維修 又是需要一些有技術經驗累積的勞工 所以其實真的一時半刻 很難把這個供需缺口補足 那估計是超過了64.2萬人的缺口 那另外供應的問題 雖然有逐漸的改善 包含缺晶片或缺一些料件 不過大致上 現在整體的生產效率 如果要跟2019年疫情前來相比 其實還沒有回到 真正那個100分的水準 還沒有完全達到產能全開 還有一個我覺得更是長期的影響因素 這個是因為現在新車 高科技的含量是越來越高 大家要車輛的駕駛安全性 然後坐在車上的時候 還要有舒適性跟娛樂性 其實這裡面都要用到很多的高科技 包含像一些晶片 所以這個部分來說 當然他就要讓整個維修的成本 進一步的墊高上去 而且這個是沒有辦法回頭的趨勢 所以在這些因素影響之下 我們觀察所謂的售後維修 Aftermarket AM市場的汽車廳組件 已經站在趨勢的風口 因為現在美國的各大保險公司 其實都陸續把副牌的零件 納入到保險的給付了 因為對於保險公司來說 這個可以降低它的成本 對於消費者來說 也可以得到回饋 因為保費也可以變得比較便宜 所以在高通膨的時代下 當然受到歡迎 另外剛剛講到 其實供應鏈生產的問題 原廠的零件現在很多還是缺料 而且交貨以後 你可能要等比較久的時間 然後又比較貴 那副牌相對就剛好反過來了 它的生產本來就比較足夠 然後交貨的速度又快 然後價格又比較低 然後再加上天氣的一個變化 極端氣候之下 不管是暴雨 暴風 暴雪 等等的這些天災 更容易讓汽車在駕駛的過程當中 產生一些意外事故 對 所以我們觀察 AM汽車零組件 當然過去都是主攻就是北美市場為主 加上最近的台幣因為回落 貶到30億以下 所以更有利於他們的營收 跟獲利的成長動能 如果以前五個月份的營收來看 包含像東洋的營收 成長了8.51% 地保的營收更是成長了12.82% 所以相對這兩家公司 本來就是在AM零組件當中 算是比較多法人會去關注的指標股 而且配合就是 就是在價值面的考量來講的話 本益比分別也只有 大概10倍到10倍出頭 然後殖利率至少也都有保底 4%以上 雖然不算是特別特別優 不過基本上有不錯的殖利率 加上低本益比 成長動能也好 通常來講的話 AM零組件在下半年的業績 又會再更熱更好一些 所以我覺得 如果從波段投資的角度來看 這些相關的個股 可以陸續的納入追蹤清單 AI浪場帶動整個半導體產業 也要請教威良 這一家半導體的測試大廠叫做引威 它不只5月營收創新高 而且今年以來股價大漲了九成 對 其實6月29號到7月1號 上海正在舉辦了半導體展 因為前幾年疫情的影響 所以這一次的規模是歷年來最大一次 而且也可以看出全世界都很重視 中國這一塊半導體 兵家必爭之地的市場 因為其實現在在中美半導體的 大戰對抗之下 中國當然極力想要去壯大 它本身半導體產業的規模 這當中其實有很多的產業鏈 很多的環節 其中以引威來講 它主要的產品就是測試座 我們待會再來談 但是大家知道這個測試座 它絕對是半導體生產過程當中 不可或缺的一環 所以如果以引威來說 它現在因為跟很多中國的IC設計公司 都有合作了 如果以第一季的營收數據來看 其中來自於中國業者的貢獻 就佔了15% 當然像美國 當然也是它很重要的市場跟客戶 包含像輝達 超微 也都是它重要的客戶之一 所以其實它等於就是 在整個全球半導體的 這種地緣政治之下 算是左右逢源 雙劍齊發 我們觀察它的業績 其實在去年全年度的營收 就高成長了77% 今年的前5月份 又繼續成長了將近27% 所以代表它維持在一個 高速成長的風口之上 其實在今年來講的話 應該營收獲利有機會 進一步再改寫新高 好 其實我們講到 引威就是做測試座 其實測試座就是在 代測的元件跟測試板中間的 硬體介面 所有的IC在生產過後 其實一定要經過測試 才能夠出貨交到客戶的手裡 未來其實隨著先進製程的 不斷的推進 這個測試它其實 重要性會越來越高 因為能夠確保產品的品質 而且甚至現在 像這個測試座的業者 都必須要跟IC設計的客戶 在前端開發的過程當中 就一起參與討論設計這個規格 引威其實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 因為2001年以前 台灣的半導體上中下油產業鏈 非常豐富 非常完整 可是獨缺沒有測試座 當時都要跟國外買 直到2001年董事長創業了 才有台灣自己本身的測試座 不過我們說到 其實引威這家公司 它的資本額並不高 3億多 它為什麼可以拿下揮答 甚至是超額訂單 說到資本額 當初2001年 就是現在董事長王嘉煌創辦人 他其實只拿了200萬出來創業 這個創業過程其實還蠻 其實是一個意外 因為當初它原本是在 日月光旗下的半導體測試公司 伏雷電子 大概工作了10年 然後因為小孩子還小 他想要多花點時間 陪伴家人留給家庭 所以決定就算是暫時離開職場 結果沒想到 經過了3 4個月的休息之後 有一天突然接到 美國的一家測試介面廠商 打來電話 問他有沒有興趣 在台灣代理相關的產品 因為條件非常好 你只要在家裡就可以工作了 運用過去的人脈 所以他想 其實大概投入200萬資本額在家裡 就可以工作 他就接受了 只不過他開始寫信 給過去在福利電子 所累積的人脈一些客戶 結果都沒有得到回應 包含也寫信給了當時 全世界最大的繪圖晶片 ATI 還是沒有消息 結果就在 2002年這一年的4月份 突然有一天 接到了ATI採購經理的電話了 要求他能不能支援一個緊急事件 怎麼說 原本的這個美國的供應商 產品規格不符合需求 現在沒辦法順利供貨了 問他你有沒有辦法 在一個星期之內 趕出10個測試座 大家知道其實 如果10個測試座 照正常的生產流程進度的話 通常至少需要兩個月的時間 所以從兩個月 一個星期就要做出10個測試座 這簡直是天方夜團不可能的任務 結果他當然就硬著頭皮 因為機會來敲門了 他自己畫設計圖 自己找了協力廠商 親自的督工 然後趕赴生產 也就順利拿到這筆訂單 那麼趁勝追擊之後 他就主動去找了細品 那麼提供了細品兩個 免費的測試座 來提供給細品做驗證 結果細品適用了兩個月之後 交了一份數據報告 其中包含了產品的表現 良率 價格等等 而且品質真的不錯 把這個報告送給了 美國的IC設計大廠 就是NVIDIA 所以也打進去回答 細品還主動推薦 回答說要不要用這個產品 因為當時這個產業 其實它的運作模式 就是由IC設計 來指定封測廠商 來採購測試座 所以也因此 他其實很早的時間 就已經開始囊刮了國外的一些 重量級的大廠客戶 所以到目前累積起來 全球前20大的半島體廠商當中 估計有9成都是尹威的 重要的客戶了 所以我想其實有人說尹威 會是下一個問頂千元的 這個高價千金股 有沒有這個機會 所以我們拭目以待吧